大家都说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慌 所以没错 又到了吃米饭的日子 今天这家店有够神秘 没有指示牌 连个门面都没有 我也是在杂志上面看到的他 一家东京新晋的怀食料理 今天依旧不用点菜 又是被安排好的一天 他们家的特色菜就是米饭 一开始会有无中米给你选择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 那就选这个最贵的吧 幻之米 非常的装 那我们开始吧 不愧是新晋怀食 前菜都非常的精致 像运动系发餐 第一个菜 冬瓜海胆海蛮 冬瓜已经煮得特别的软烂 感觉80岁的爷爷拿掉 假牙都可以吃 冬瓜好吃 海蛮吃起来还有点鲜甜 不过它整体的味道都很清淡 清新光滴的味道 这个是番茄芥末纯菜 该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 它像是油股奶味的鼻涕 但是又有一点淡淡的果酸味 不过也不难吃 就是越吃越饿 它它前菜好多啊 这个像东北的冻肉居然是甜的 里面还有个很大块的无花果果肉 吃起来冰冰的有点像果冻 这一整盘的味道就是特别的夏天 爽口开胃 这一小坨是豌豆饭团 就是比较有嚼头的糯米饭 有点捏嘴 好饿 今天不是来干饭的吗 最后一叠的红薯也是甜的 总之吃出了五股杂粮的感觉 都很清凉 接下来是刺身拼盘 第一口煎鱼 不出意外的狠腥 好心 好喜欢 不过它这个咸腥味是特别的下饭 第二口金枪鱼 我的最爱 它家的鱼肉还是挺鲜的 像果冻一样的 金枪鱼 最后是鲦鱼 两片一块吃 豪华双层双倍肥嫩 我们的饭呢 仍然是前菜 真正的茶碗蒸蛋 它这个蒸蛋一进嘴 就是浓浓的玉米味 好好吃哦 淡淡的玉米甜味 可能还配上那些黄油或者芝士 主要就是他们家的菜太斯文了 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活到150环节 满脸情愿的吃下了一碗蔬菜 我可真行 终于千呼万万使出了一锅米饭 小心翼翼的揭开碗盖 基本上是它只给了你一口米饭 可能是怕你噎着吧 一旦接受了这种装逼的设定 不行根本接受不了 表演一个空手吃白饭 它家这个最贵的米 吃起来它有一种夹身的感觉 不过也有可能是它密度比较高 口感相对较硬 但它就是有股嘎吱嘎吱的咀嚼感 杯子里配的是鱼汤 趁米饭不注意 一口喝了 这个金灿灿的非常像是中国菜 它其实是萝卜丝 非常像国内的金丝饼 接下来服务员把锅炖上来了 然后给我们美人盛一碗 然后周围那些满满淡淡的小碟子 就是配菜 里面的烤鱼有一股浓浓的青椒味 这个是真的巨下饭 但是吃两口这个米饭之后 你会发现 它有一股淡淡的酒香 然后它的烤鱼又自带油水 配上这个颗粒分明的米饭 这一口非常的绝 我本来想自己添饭的 结果非得大将来 接着是后蛋烧 它这个米饭慢慢的吃起来又像是 小时候去外婆家那个土造蒸的米饭 淡淡的烟火器 自己在这分析了这么多 说不定人家就直接用电饭饱煮了 再配上一点小银鱼 还有肉末 就吃起来特别的早餐 但是这么优秀的米饭 怎么能少得到寿喜烧 他们家还真的有 蛋液卷着和牛再配上一口米饭 和牛的油脂 蛋液的滑嫩 它远远都是我长胖的理由 开启了刨饭模式 寿喜锅果然能激发出米饭最大的香气 以前好像还没有这么认真的吃过米饭 今天算是一个新认识 好吃 阿基推荐指数8分 烧鸟听着很装逼 但在日本就是撸串 不过有一些富人啊 他们觉得撸串这个动作非常不优雅 我也不知道他们每天在想什么 于是有了这家店 今天直接吃出了烧鸟的真谛 不愧是投离西K的监制 人家这么多年都排日本第一 果然还是有点东西的 没有到吃烧鸟的认识 他家在惠比寿 和东京众多米其林餐厅挤在了一起 但他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米其林的认可 我自己说的算 一进店你就会发现 越好的烧鸟店 座位会离大将越近 主要是为了那个 这个箱子是干嘛的 一味大将 五个学徒 配置很日本 开始吧 小菜是一盘寿司 海苔包着鸡胸肉 紫苏叶寿司浆 上面刷了一丢梅子浆 一股淡淡的酸甜果味 第二个菜是炸春卷 里面的馅是鸡肉的内脏磨成泥做的 口感像土豆泥 但是内脏的味道非常浓郁 像是在很高级的烤肉店 才会吃到的东西 这个菜的设计有点像喜日郎果冻 就是蔬菜版的东北肉冻 出现的就是一个高级的感觉 这个鸡汤馄饨其实很重要 高情商 大将在追求极致软烂的口感 低情商 它是炖了多久啊 有一点像四川的鸡汤超手 但是超级浓郁的鸡汤打底 你会注意到尝一下鸡汤里面加蒜头 今天的第一盘肉 是滴着肉质的烤鸡腿肉 果然没有牵牵 它滴的那个油水 非常像广州那边 隔水蒸鸡蒸穿那个鸡汤 鸡皮上的炭香也很明显 上一次吃到这种炭的味道 还是在torisaki 就是日本第一的烧鸟店 能活到150 它上面那个酱 是芝士跟蛋黄搅在一起的 它有点像咸蛋黄炒的冒泡泡的 那个时候的口感 味道还有一点美乃滋 接下来居然是一盘鸭肉 哇 突然想起了成都的温鸭子 第一次在烧鸟店看到了鸭肉 它是用和牛的烹饪方式 低温烹饪的和鸭 这个粉嫩的鸭肉 像是五分熟的稀冷 鸭皮很厚 一口下去 鸭肉鲜味里的油水会直接爆出来 再来一块烤的甜葱根 烤的店的葱就是会很甜 下一个菜是小饼家的炭烤鸡肉丸 上面是一个鸭鸭蛋蛋黄 好可爱 它里面软嫩的部分还带了一点脆骨 非常像我豆腐嘴刀子心 把烧鸟的那个木签取掉之后 会实现更高级的一种口感 然后是海苔配烤年糕 虽然是糯鸡鸡的口感 但是居然一点都不粘牙 是大海的味道 啊 这个菜是烤鸡皮 刚进嘴像是猪油渣 嚼到后面像是脂肪口香糖 鸡皮是一个唯一一个能够做到 又软又脆的东西的吧 哇 这个菜很厉害 它这个造型真的很像菌霸 虽然贴除了骨头 但是保留了软骨 吃起来像猪耳一样方便 下面还搭配了萝卜尼解涅 它这转烤得非常的自然 然后是烤鸡屁股 第一次看到鸡屁股有这么好的待遇 因为它的脂肪真的很多 咬下去真实的在爆油 可能这个就是鸡油味的QQ糖吧 好Q好油 这个是它家最具特色的菜 很多客人来都会直接点三份 像是开了花的鸡腿 先油炸了一遍再烤 最后撒上孜然跟辣椒粉 里面的鸡肉还很鲜 这一盘鸡你太美了 吃一口就会爆炸 然后是素菜烤红薯 看着黄油融化还挺开心 这跟日本人很喜欢在习惯上 撒盐是一个道理 因为让它显得更甜 最后的甜品是一碗爆冰 在日本还挺少见的 吃完之后我发现 这样的上脚店真的很适合开在国内 虽然不是传统的串串 也不是特别高档的食材 但是每一盘的设计都很用心 非常的出品 阿基推荐指数9分 嘎为尔真牛啊 我居然被西班牙人教吃中华料理了 西班牙菜到底是什么味道 没有人会知道 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就是西班牙中华餐厅 这什么组合啊 好好吃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基 找这家店的时候 我还特意看了一下主厨的资料 好像还开过两三家中华料理店 呃看完之后仍然很不放心 这有点真的要吃了才知道 又到吃西班牙菜的日子 はい 予約したのリューです はい 予約したのリューです 明天早就着いた 大丈夫ですが 大丈夫ですよ お客様 谢谢 有被刚才的欢迎吓到 这就是今天的菜单 一共11个菜 还有个菜是问号 现在吃个饭也要让我猜了吗 第一个小菜是一杯番茄豆腐皮 它看上去很温柔 但实则很火辣 像我一样 好酸啊 好酸啊 然后你们猜这是什么 它是香菜根 已经这么刺激了吗 香菜叶子已经满足不了西班牙人了 风油精的味道 感觉像在喝香水 这个还挺好看 黄油马卡龙 吃了吧 二甜二甜的黄油味 瞬间饿了 然后是一个奶油巧克力泡芙 为什么他们家的前菜都是甜品啊 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 里面是那种炼乳 最后前菜是螺肉 上面涂的那个酱是鲍鱼干酱 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那第一个煮菜就很惊喜了 哎 口水鸡 以为说这还真的挺还原的 日本人做的口水鸡有个特点 鸡肉甚至还有点弹牙 然后端上来一份大煎饺 说是要用刚才口水鸡的料站着吃 听上去好像有点变态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乐意 我还故意把饺子皮戳破 好让那个汁水流进去 这是西班牙人对中华料理的理解吗 酸辣的蘸料中和了肉汁的油腻感 放大了肉酵的鲜美 竟然还挺好吃 我为什么现在才吃到这种 有点回想起之前每次我晚上饿了 就会叫个妈给我煮那种白菜水饺 然后这样坐吃 特别怀念那个味道 然后服务员直接端在三个金宝箱上了 我确实严重怀疑 它是不是三个宝箱都是扇贝 炸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它下面那个黄色的酱汁 就和松鼠鱼淋的那个酱汁一样 巴唧一口 浓稠的酸甜酱和松软的备注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融合在了一起 你们看中式的酱料 加上西式的扇贝做法 结合的还是挺好的 说个下一个菜 它是用萝卜泥和蟹肉炸成的方块 摇开它的一瞬间 你就能感觉到热气在你的嘴巴里面喷用 接着是一块黑胡椒烤猪肉 这个就很性感了 烤猪肉就应该配黑胡椒嘛 接着又是一个芝士咖喱球 外面的芝士微微饭甜 里面的咖喱肉末又是咸的 多么清奇的搭配 吃完这个之后直接断了一口锅上来 这看样子就很西班牙了 我觉得重点其实是这块鱼肉 它还原出了鸡肉的那种韧劲 听了 很像鸡肉 下面的汤底是那种很浓的番茄虾头味 就是很重的海鲜味 小鱿鱼 这个菜是好吃的 然后再来点主食 西班牙海鲜烩饭 直接是一整盘端上来的 虽然不都是我的哈 但是 但是分给我的这个也太少了吧 就一口的量 我都没尝出个什么味道 什么馒饵 下个菜 这个菜我喜欢 就是肥肥的牛排 吃起来特别过瘾 因为特别油香 它家的牛排会更加的咸香 瘦肉的地方也很软嫩 今天的牛排居然没有采雷 然后我们还有个主菜你敢信 它叫蘑菇浓汤炒面 拌匀之后因为炒面的特性 它可以卷上很多的酱汁 你一口送你去特别的入味 哇 那个蘑菇味特别重 然后吃了这个之后 我们还有五道甜品 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 西班牙人是真的很能吃啊 阿基推荐指数 8点5分 烤烟 酱面 这应该是我最有可能 给外地游客推荐的成都美食 我们从YD 专门盖口来吃 YD的我们死了 现在我们去的家店 它特别的特别 它最早起源于17世纪末 200多年的历史 演变了很多次 但是我们今天去了这家店的版本 是我在外面生活 我一直念念不忘的一家店 有三个成都人都告诉我这家店 我牛死口炸酱面 我吃菜了 真的没有人可以复刻它 也没有任何广告 就是吃 它价其实非常的便宜 你把这个菜单全部点一遍 也不到200块 但是没有人会全点一遍啊 我要一个二两炸酱 加脆烧 加牛肉 加煎的 然后大家要一个红油嚼子 然后要一个鱼炒酥 然后一个嘴多饭 哦 惨了 吃面之前先来一碗粉蒸肉 它这个是那种很老实的 小蒸笼牛肉 不用咀嚼就能感受到粉子的细嫩 切得很小 醉牛肉更入味 回到成都之后吃什么 我感觉都很烂 我觉得它这个哨子 它的豆腐脑里面肯定也很好吃 别跟我争论什么甜豆腐脑啊 然后这个是用来味觉修正的 它叫醉豆花 我跟你说他们俩的嘴豆花 真的是很无敌啊 喝到嘴里就是冰冰凉凉的牢骚味 但是 它那个酒那样的味道若有若无 它不会盖住豆花那个很细腻的味道 但它又很有存在感 它的牢骚的比例也特别的好 然后就是杂酱面了 我一般还会配个红油水饺 讲究一个主食配主食 长胖又被食 我爹的太多了 我没有想到你们家那么多 其实杂酱面的精髓 就是把那个哨子破转 它家是成都特色的失哨 但是我喜欢再加一份脆哨 口感会很奇妙 哎呀了 破杂酱面真的是成都人的一门手艺 它面用的这种成都很刮料的 而且很粗的棍棍面 入口先是那个辣油的冲味 然后就是料汁里面那个淡淡的甜味 感觉酱料和面条的融合度很高 整个太香了 这家里也出名只有它倒立 那个面条嚼起来贼扎实 一筷子可以挂很多料 吃起来就是油润才不油腻 油会让那个面条变得更滑 更好进入你的喉咙 我感觉我肚皮上的油 现在在跟着流 一口面一口水饺 它看上去是不是很像中水饺 但它这个瓢其实比中水饺更劲道 每一个都是前一天晚上娘娘现包的 肉馅压得特别实 你看着它红油很多 但实际上它是甜口的那种 吃了杂酱面可以吃这个放松 可能只是我吧 杂酱面里的煎蛋裹上一层红油 大户人家的体验 但是如果你觉得实在是太辣了 它家还有个鸡汤超手 而且是鱿鱼炖鸡 我们家每年大年三十的时候 就吃这个汤 但是从来没想过在里面炖超手 这个比龙超手不知道好吃到哪儿去 一定要尝尝鸡汤 真的太浓了 一点点黑胡椒 再带上一点海鲜的味道 光是这个汤就很鲜 所以如果你怕辣 就杂酱面配超手 不怕辣就配红油水饺 其实在成都 这种很有烟火区的社区小店 还有很多 面也好吃 这个也好吃 都是街坊邻居口口向传的好店 很多人都说成都人对浪漫过敏 但是这些街边小店 不就是浪漫本身吗 阿杰特建指数 9点5分 好样